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只能輕鬆吃剉冰 而全家則是跟著時下最流行的話題 推出蛋黃哥大福 搶攻年輕族群 茶類或奶茶類這樣子 對啊 然後都是第二間六走才會去賣 買冰品的時候就是會很 很悠閒跟很優惠的時候都會想要購買 冰品冷飲熱賣讓業績大進步 超商雙雄五月單月營收 因此成長近三成 營收好到破表 也讓業者持續出奇招 繼續搶攻市場大餅 記者洪旭李山亭台北報導